大家好,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关于如何识别牡丹的脚牙以及处理方法 然后来看看今年我家美丽的牡丹 目前市面上很多牡丹都是使用勺药的根作为榛木来嫁接的 在生长的过程中,这些用来作为榛木的勺药也是会发芽生长的 它们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夺取牡丹本身的养分 在春天我们就要尽量早的把这些生长在牡丹旁边的勺药清理掉 在勺药冒出地面的时候,牡丹本身也会长出新的脚牙 如果很难识别,其实我们可以保留一点时间 等到牡丹和勺药的叶子都长出来就很容易识别了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专门说如何区别牡丹和勺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牡丹不是出来个勺药芽就会立刻不行了 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哪怕这些勺药开花了 再拔掉其实都是可以的 只是它们在生长过程中会和牡丹抢去一部分养分 使得牡丹营养缺乏 久而久之可能会影响牡丹的生长 使得牡丹开花少等等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 所以说勺药还是尽量的早一点去除比较好 另外关于牡丹自己新发出来的脚牙 是否需要保留还是把它们要除掉呢 我个人的看法 一般情况下牡丹植株稳定在三年以上 长势好的情况下 春天可以适当的留脚牙来培养新枝 不过这个方法对于个别不容易出脚牙的品种就不太好用了 如果你的地方足够大,想让牡丹越长越大越好 也可以不修剪,植株长式好的脚牙都留着 不过我个人觉得牡丹还是需要一些修剪的 因为我们既要看它们爆花的那种质美 也要欣赏它们的枝干的另外一种美 那么如何来区分是牡丹的脚牙还是勺药呢 哪些是需要清理掉的勺药 哪些是可以保留的牡丹脚牙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例子 这个是4月15号拍的 牡丹花根部的地面上左边冒出来一些小牙 右边也有一些长得稍微长一点 很明显的左边冒出地面的这些就是勺药的牙 因为勺药的牙是直接从地下冒出来的 而右边这些是牡丹的牙 其实仔细看一下还是挺明显的 牡丹的脚牙是从它的老根上发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家的勺药有一个对比 能够明显的看出来这株勺药是直直的从地里冒出来的 通常情况下我会直接的把勺药根挖掉 但是今年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也说过 我会把它留的长得大一点 来和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个是5月15号拍的 大家可以看见这些勺药根长出来的枝已经很大了 而且顶上已经有花苞了 注意看这个是牡丹的叶子 而这个是勺药的叶子 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其实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牡丹的叶子 仔细看 而这个是顶上带个勺药花苞的勺药的叶子 我把它掐断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而且从它们的杆可以看到 这个勺药的杆一根一根的 其实是非常软非常直的 通常情况下我会比较坚决的 很快的把它们挖出来 有些朋友说我是不是可以等一等 等到它们开完花了再挖 当然也可以 只是这样它们可能会抢一些牡丹的养料 使得牡丹的花开得比较小 或者引起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毫不犹豫的 看看这一把我挖下来的勺药 已经有很多花苞了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取舍的 为了保住牡丹 我会把它们尽早的挖掉 现在来看看剩下的 剩下的这些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是牡丹的脚牙 虽然还很嫩 但是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它们正在生长 再从另外一边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牡丹的脚牙 虽然它们的杆还没有开始木质化 但是叶子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来 有一只小小的脚牙上居然还有一个花菇朵 但是我把这个花菇朵给剪下来了 因为这个脚牙太嫩了 我们不想让它消耗太多养料 留着它养好一点 明年春天再开花 勺药根挖出来以后 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坑 我们来填回一些土 然后浇水 这个是我的另一株牡丹去年长出来的脚牙 这里还有另外一株也是去年长出来的脚牙 可以看出来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木质化了 这个同样是5月15号拍的 我的岛大臣已经开始准备开花了 这个是白色的五大粥,也有花菇朵了 皇冠每年都会稍微的晚一点 这个是请上添花,在我家是第二年了 去年开了一朵粗花 刚开出来我看看是什么颜色 就把它剪了 今年就开了四朵,非常的美艳 我给相关专业人士看了一下 他们觉得这个花再种一两年 花形会更标准,更漂亮 我每天记录一点点 看着这些花的变化 心里头非常的开心 看看这朵,藏在叶子里 羞答答的,美丽的牡丹花 又过了一天,天气晴好 我继续记录着它们的生长 这株牡丹今年一共有33个花苞 白色的,在我家时间稍微短一些 我也忘记几年了 今年应该是第五年还是第六年 花苞稍微的少一些 我数了一下,也有将近30个花苞 但是它的花苞都非常的大 还是品种不太一样吧 阳光下的牡丹 这个是5月18号 这几天非常的温暖 感觉牡丹都要爆花了 看看这个洁白的牡丹 景上天花因为开得早 大部分的花已经有一点开始开过了 底下又冒出来一小朵 倒大成 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这个是5月22号 又过了几天 这几天真的是阳光暴晒 非常的热 看看这个倒大成 娇嫩的花瓣晒得有一点发蔫了 之前有朋友问是不是可以打个伞 如果你有条件当然可以 我就让它们随意吧 之前都是白色的牡丹花最怕晒 今年好像也还可以 大太阳底下还是很坚挺 终于在22号的傍晚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的皇冠开始开花了 虽然只有一两朵 但是牡丹开花就是这样 只要有一朵开了 后头的很快在短短几天之内都会胜放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果然 皇冠又开了很多 这个皇冠是有淡淡的香气的 每天回家的时候 我们的车刚刚开上车道就可以闻到扑面而来的非常好闻的牡丹花香 如果你家的牡丹花枝条上一次有两朵花 一朵比较大 一朵是比较小的花枯朵 很多朋友就会把这个小的花枯朵剪掉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它们也努力了很久 还是给它们一个机会一起绽放 虽然这样子大的牡丹花可能会开的小一点 但是我不是很在乎它的大小 我喜欢看到的是它们经过一年的努力都有机会绽放 注意看看比较远的地方那株白色的牡丹 这几天有一些开拜了 但是还是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开花的季节 我每天就是对着这些花 不停的左拍右拍 每个不同的角度都给它们留下美丽的影子 皇冠每年开放的时间比较晚一些 它盛开的时候其他的牡丹就开始有一点落了 看看远处那颗紫色的 再看看后头这株白色的 一起来种牡丹花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